自从北投歌喉案发生之后 校园安全再度成为热门话题 新庄的私贤国小为了保障社区民众跟学童 在校园开放时段能够来到这边进行休闲活动 玩得很安心 因此现在校方大力的号召临近的社区民众 大家一起来加入校园社区巡逻志工的行列 自从北投歌喉案发生 校园安全又成为热门话题 而为了保障社区民众或学童 在校园开放时段可以安心从事休闲活动 私贤国小要向社区民众号召热血巡逻志工 因为在校园开放时段受限于学校的人力 没有办法做及时的巡逻 所以在召开校园会议之后 跟地方的这个里长达成一个共识 希望学校这边在开放时段 能够成立校园安全的巡逻队 那我们结合里长们的力量 还有当地我们社区的居民 我们希望成立校园开放时段的巡逻志工 然后由这些志工们轮流排颁表 在开放时段早上跟下午的时段 来加强校园的巡逻 能够让校园能够达到一个全面 没有安全时角的这样一个安全环境 提供学校的学址 然后还有我们社区民众 保障所有来进入到校园所有民众的安全 至于招募对象 性别、年龄、校方也开出资格条件 那我们所招募的对象 是我们社区里面所有热心的志工 不分性别、年龄 只要对校园的这个安全 大家一起攜手 学校跟社区来合作 然后保障所有进入到校园 不管是运动 或者是所有在这边休闲的民众的安全 除了可以向学校报名外 为学区内的仁爱里长吴俊生表示 有兴趣的里面 也可以就近至他办公室报名 我想说应该很多家长 跟学校不是说很熟悉 但是跟里办公室会比较熟悉一点 但是只要说希望说社区的有新知识 或愿意来维护学童的所有的乡亲 都可以就近来找里办公处 里办公处来当媒介 直接将各位乡亲引介给我们四选国小 让我们一起来保卫学童的安全 其实招募仪式到现在 推动的不算顺利 所以校长和里长都希望 为了学生和大家的安全 民众们可以踊跃响应 别默示校园之安 因为若等到发生问题 才来归咎责任 那已经为时已晚 记者新庄采访报道